现在很多厂商主打省油车 但是最新的空气汽车让你的一地油都不用加 法国设计师研发出一款空气 就可以驱动车子的引擎 开车100公里相当于从台北开到新竹 只要花新台币的47元 而且一台空气汽车只要加新台币21万 因此新颖印度汽车大厂踏踏投资 要抢先在印度生产 可爱的迷你汽车开在路上就像是玩玩具一样 最酷的是不需要一滴汽油 只要把压缩气体填进钢瓶里 就可以发动空气汽车 时速最高还能达到150公里 从台北开到新竹100公里的路程 成本只要新台币47元 空气汽车发明者尼可拉 原本是F1赛车引擎设计师 他表示空气引擎原理和气垫船 水中呼吸器的原理差不多 都是靠着气体的压缩与膨胀 来产生动力 原来空气汽车空气的钢瓶内的空气 被300倍的大气压紧紧的压缩着 加热钢瓶后 钢中的压缩空气就会流进活散引擎气缸 带动活散运动 进而推动车辆的前进 他还说汽车产生动力的过程都没有任何燃烧发生 因此是不会有任何污染 甚至从排气管中排出来的空气 必先经过一个空气过滤器 所以排放出来时还要比周围其他的空气更清新 而每一个压缩空气的钢瓶 大约能让车子跑300公里 驾驶人可以随时在车上 多放个装满的空气钢瓶 以备不时之需 这款车汽车者的流行起来 那加油站可能就亏大了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